那可就说好啦 今天谁走的部数最少就获得这个相机 没问题 这个相机和本公组超配 我一定要赢 我也正好缺一个小相机 必须拿下 你们就别争啦 部数少的比赛对我来说就跟吃饭一样简单 看来大家信心十足嘛 那就开始吧 于是 好渴啊 但是下窗去拿水部数肯定会增加 嘿嘿 我也敲不强的吸管 不用下床也能喝到飞宅快乐水 聪明吧 我管你们别喝一太早 我也留了一手 想拿什么带问题 今天吃喝我都不成了 你们这儿 你们看看我的吧 妈呀 懒人之家算是被白雪丸明白了 那是 不管是看书 查资料 喝水 吃的 都可以通通在床上搞定 小雪儿这也太拼了吧 我可坐不到不下船 我得去食堂吃饭 还要去逛街呢 都准备去逛街了 看来小美是被我们的驾驶吓到弃圈了 是啊 胜利又进了一步 你们想的没 抱 一切准备就绪 公主请起家 你该不会准备让李莉莉背着你出去吧 猜对了 拜拜 小美为了云子 这套户真的无敌了 又过了一会 我不行了 你拉过多了 小上厕所了 你乔去上厕所 至少要走十几步 竟然被手里又少一个 你又能坚持到最后 喂 什么 我一直想要我绝版书到吗 机会来了 绝版书等我 现在就把你当回家 强行被手白雪撤去 只要再战胜小美 想进就是我了 终于等到小美回来 灵瓜瓜 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一步都没走 实际上的话 就赶紧认输吧 我也是灵母 谁输谁赢 还说不定呢 我赌今天的赢家是瓜瓜 同一加一 我就不信 花小美今晚不上床睡觉 只要上床就输了 不睡就不睡 反正我不会上床的 我猜不出三秒 小美就要投降了 不行 太过了 还我爱人说 我要上床睡觉了 我自知都快要当对话了 终于胜利了 你别不看了 花瓜嘴子赢了 太不容易了 相机到手了 送给新来的粉丝 评论区发狗头 穿越粉丝送 by bwd6 by bwd6 感谢观看